突發事件了 剛剛我在竹茄沖完糧準備休息 但是突然間我們的催水群 有個群組友撿到小鳥 因為某些原因 牠就不可以保持住 現在我叫牠們載過來給我 我們先保持住 看看怎樣可以幫助小鳥 後續我們看看 會不會跟大家繼續報告 因為最重要是保護了動物 我們先嘗試看看發生的事 看看跟大家報告一下 趁等著小鳥來的時候 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現在是一個繁殖季節 所以很多小鳥都會有尿 有寶寶 但是如果大家撿到的話 最好是放在原地 不要理會牠 就算是保護牠 好 應該要打電話來的司機 我們先看看 位置是 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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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裡的了 我在這裡的了 麻煩你 麻煩你 好 麻煩你 拜拜 來了來了 牠正在送你 我們先接了牠 看看怎樣可以處理得最好 電視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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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吧 是 好啊 好 是的 麻煩你 謝謝 謝謝你 好 先下去一下 好 麻煩 拜拜 拜拜 麻煩你 我們接收了這隻麻煩之後 做了少少應急處理 就是換回適合的箱子 亦是用舊的衣服 放在盒子上 墊著它 另外盒子 盡量讓它有安全感 這樣就會好一點 另外當然有來通知了機構 最後答覆就是 盡量找回澳湖動物協會 然後接收完之後 再判斷會不會交給家族的農場 大家可以上去 找澳湖動物協會 相關莫頁 看看資料 這件事頗重要的 因為我們不可以 亂帶走動物 亦是如果亂餵食給牠 給牠喝 有機會會令牠受傷 所以這件事頗要注意 現在是晚上的12時55分 其實剛才已經通知了 外協那邊 其實我也通知了 打過家族的利用場 他們就說先去找外協 或者123 就通知牠們 看看牠們的判斷 再會不會送牠到家族的利用場 所以現在 剛才因為看到我 等的時候吃了一些東西 之後就等一時 牠們來收走牠 趁這個時候 不如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因為 在這些季節 即是叫做鳥季 不應該這樣說 繁殖季節 其實有很多的鳥 都會有很多幼鳥 學飛 離巢 或者是意外的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最好的方法 就是盡量不影響牠們 當然啦 你覺得那個情況比較危急 牠受傷 或者有東西會威脅到牠 你很想救牠 明白的 大家都明白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牠在學飛 而你帶走了牠 其實牠會蠻慘的 所以其實 盡量都是我們 如果以機構指引來說 盡量想大家 如果萬一 萬一碰到這些幼鳥 最好就是把牠放在原地 亦都是判斷 可能走開10米左右 就是牠們這樣說的 觀察一下牠們有沒有帶走牠 又或者是牠們有沒有危險 盡量不要影響牠們 所以特地這次 不是拍一部影片 要拯救等等 不是這樣的 其實我自己想拍這部影片給大家看看 想大家如果遇到這些情況 盡量不要影響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就像這次的情況 你不能還原它 我建議盡量盡快 找一些機構去協助 而且牠們的意思是 就算救牠們也好 盡量不要亂餵食 不要亂餵水 因為很容易 餵菜食物或令牠們受傷 因為之前也見過有些案衛 可能你選擇餵食物或是你強行餵水 令牠們受傷 其實反而那件事會更加壞了 所以盡量在可行的情況下 盡量不要影響牠們 我現在準備在1點鐘交給牠們 希望牠們接回去了 亦等牠們可以健康成長 放回野外 希望是這樣 希望是這樣 不止是否一定 不過就祝福牠 祝福牠 大家給牠祝福牠 這條影片我不會叫大家 讚好、分享、訂閱 雖然我現在這樣說 但其實我最想大家分享的信息 就算你不是分享這條影片 就算是你怎樣也好 你知道了原來一些生動物 我們不可以帶走 當一個我們帶走人為的影響了之後 原來影響了很多東西 那我們盡量令消息傳開 讓大家知道原來是不可以 即是真的不可以 其實不可以帶走之餘 盡量不會影響牠 我們這次的情況沒有辦法之下 就要盡量幫到牠 為之最好 所以剛才也聯絡了幾個 不同的朋友 影生態的朋友 他也幫我問了一些機構 我自己又打了牠 亦都是希望這次可以幫到的 照生命 雖然麻雀不是什麼稀有的動物 大家很常見 亦都是一個 不是太受人重視的物種 但是其實都是一生命 其實我女兒就很喜歡穿嬰兒的 剛才因為要檢查的時候看過 還有跟牠安定 安置牠的時候也有看過 但沒有的 我們不會捉住牠 要養牠 雖然天氣真的超級熱 而且其實剛才下來之前 是在沖嬰兒 我看來回去也要沖多一次 盒子挺有趣的 在等待的時候給大家看看 很搞笑 寶可夢 真的捉到寶可夢 還有勇闖天堂路 不是天堂路 希望是在等牠好好生活 才去天堂 好 我們現在先說了這麼多 我再看看有沒有訊息 或者牠們有沒有說到 我就再更新 跟大家 可能 退接會離開的時候 我就可能再跟大家說兩句 那我待會再開機 好 好 其實剛剛就叫做送了牠離開 剛才跟職員聊過 其實大家都同意這個情況 其實就如安全情況下 就不要帶走牠 但是如果牠都說 現在叫做城市化得那麼緊要 可能有馬路 有其他的生物 可能會令牠生存不了 大家去救牠 也是明白的 大家都明白的 也很感謝澳大學協會 以及牠們的職員 很多禮貌 也是不慈勞苦的 因為其實牠們的工作量很大 他們都說可能要等很久 我都說不要緊 我們會等的 其實最重要的是 現在有人救了牠 亦都說會送牠去加多利農場 其實我也有跟執倒的網友說 其實我可以直接送牠加多利農場 或者送牠去任何地方都可以 但是牠也很好心 因為牠很好心救動物 亦都給了錢 是牠給錢 因為我說我給錢 但是牠自己給了車錢 就運那隻小鳥過來給我 我再等到時交給職員 這件事也感謝牠這麼熱心 亦都是給錢 出錢又出力 大家都 大家不可以 記得一件事就是 雖然牠是帶走了牠 但是大家不需要攻擊任何人 因為你不在現場 你不知道那個情況是怎樣 亦都不知道環境是怎樣 你是不知道的 我們知道的東西就是 有隻小鳥需要救 需要幫助 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希望大家將你的信息帶出去 就是盡量不要影響 但是如果有需要 可以通知123 可以打我要動學會的24小時熱線 我會在這裡數出來的電話 我忘記了 什麼2714 27141000好像 剛才打完 希望大家都會知道這件事 其實牠們都會判斷了 有沒有時候之後 再會交給家庭農場 或者交給專家 他們會判斷的 剛才也是 其實牠們剛才都說 這隻小麻雀 其實牠們剛剛都收到 這隻小麻雀還更加小一點 因為我們那隻 叫做咀嚼開始黑 算是差不多是阿成了 因為牠們似是美學飛的 我自己看 都很聰明 例如懂得柯便便 例如有一點活躍 純粹就是美學飛 另外剛才教的那隻 就是黃嘴 真是一隻有料 那就不同了 那牠們都說 這些季節都是這樣的 這些情況大家都會盡量想教 因為我都知道 香港人都是有愛心的 那今天先說到這麼多 始終跟平時的影片不同的 希望 這條影片 可以令到大家認識 原來 那些動物 當需要教的時候 我們要娛樂機構 就不要經常覺得自己捉回去養 或者自己幫到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是 堅守這件事就是找專家 那因為呢 其實剛才 剛才提到 其實我是沒有餵到食物 剛才都說了 可能我都會說 但是 記得不要餵東西吃 不要餵東西喝 因為很容易 令我受傷 那今天就先說到這麼多 那希望呢 這條影片 可以帶到大家一個正面的訊息 還有一些資訊 那我們其他影片再見 好 拜拜 回去 回去洗澡 哇 還有回去 對了 又要去洗過 又要去洗過 不重要 開心的 開心的 拜拜